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日军进攻同关多次受阻 参谋部批准了空头同关的计划 他们企图制造瘟疫 杜云兰能理解万子清的感受 他清楚 他一直把方振东当亲弟弟看 杜云兰想起小时候 就能想起方振东 方振东在他脑海里无法忘记 杜云兰和万子清立下规矩 他感觉是万子清没看好方振东 方振东的离开 让他感到可惜 方振东杀日本人的举动 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注意 日军怀疑失踪的士兵 被梁战的工人所杀 工人们被集中起来审查 三名中国工人被杀 日军随意杀人 让方振东很愤怒 他改主意了 原本想报仇后就离开 方振东想把这队日军全部干掉 接着每天都得修枪 修出来的每支枪啊 都得测试 机械修理所的人不够 实在是忙不过来 好啊 那我今天晚上就回去跟娘说 明天就来帮你施枪成吗 那娘现在咋样了 还能咋样 整天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都不知道该咋劝她 她心里肯定惦记着震动放不下 那天我还突然想到震动了呢 后会有机 咋劝去 新的筹办得怎么样了 他们人都到了吗 都具在城门外 不敢放他们进来啊 想赞 赖着不给钱哪 赶紧开门请人 钱筹齐了没有啊 快去开门 好 杀了 杀了 兄弟们 杀了去吧 杀了哥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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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啥可看的 红娃 走吧 那你不玩 那你给我回家了 走走走 杀了 年关口上 你们想干什么呀 没钱还 没钱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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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不了年了 同关商会 致欠了我们刀客 三年的标银 可是人家没说不还啊 今天大伙 要是能要到钱 大家都能过个好年 要是要不到钱 是不是想杀人当匪啊 还不快 滚 哼 咋没见丁黑啊 四乔 刚才在厕房看见他了 万老板 这万一爷子凑不清 终于倒不好惹呀 咋办吧 赵老板 请 郝老大 别来无恙啊 咱们废话少说 寒冬腊允 你钱筹得咋样 是这 我也刚从矿上回来 这个 钱没筹到 是啊 对不住 好 我想知道咋办 周老板 你看 这里边啊 是我们同关商会大伙 凑了一点银两 还有几张山西票号的银票 就算是给弟兄们 一点过年的酒肉钱 周老板 我把话搁着这儿 所欠的三年的镖银 一分都不少 我们全认 里面的字举也都列好了 西上 我再给你加两千 行 到底是商会会长啊 年年都有新花样 无奈之许 无奈之许嘛 你看这样 长沐 今年我们七同寨的召客 和所有家眷 都来你们同关过年 这个 过了十五 咱们生意照做 这个 这啥呀 总不能你们同关人 杀鸡 宰羊 过年 我们喝七百份嘛 老子压了三十年镖 哪年不搭上好几条性命啊 可在货上 从来没施过一次手 你是真把我当成要饭的 今天大家都在这儿 给不了我一个过得去的说法 谁也别走 这个年咱们谁也没过 就在那个瞬间 决定了方震东的一生命运 他一定要去当一个 像周一刀那样的刀客 我让她没能复逃 你这儿 加油 你让我们这儿 了吗 闻老闻 咋 这是你的意思 不 这 这完全是误会 完全是误会啊 丁海 他是你小舅子 是 那您给个说法吧 是我们不仁 一切 你说了算 好 爽快 按照江湖镇的规矩 丁海 你今天是死定 但是我看在你姐夫的份上 可以放你一把 但要给你留点念想 让你知道什么是规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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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活呢 出大事了 刀客把丁海的手剁下来了 忘老狗吓得尿了一盒碳 我 好 我反复他 我反复他 出包呢 你说 打几下 打几下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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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闻 这 这个事啊 它就是这么个事 您开个条件 我们一定照办 会长您看 来到路上我就想到了会是这个结果 大家都难都不容易 我也问过同关的老人 商会欠刀客银子的事 骨声也发生过 清长末年 韩武关就是因为天灾 欠了刀客两年的银子 最后还是韩武县县长出面做宝 把商会会长的长子 押给了刀客 来一年 还钱赎人 了了此事 我想啊 咱们就照着股闻的做伙吧 对 我给商会三钱十九 大年初一 我在同关城外公后 我给你们两条路 一条交钱 一条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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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见 华阴县有个郎中调半周年 致刀赏关中利益 最好别过了今夜 让你随便 还不随便 这刀客就是 你说啥 娘 我要当刀客 把裤子脱了 我要能当刀客 咋都行 我快脱 把刀抖 咋弄的 娘 疼 咋弄的这是 我刚才房子摔下来了 你这大碗你走 走 咱们接着要去 你先弄着啊 行 方爷 你别哭了 说啥 咱都不能把子卿送过去 等 等 等 你说咋办 你不是还有个娃吗 你啥意思啊 这满铜关的人 谁不知道东娃子是你的种 咋了 我说的不对吗 他他他他他 又提这事干啥 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年要不是咱爹 把放娘赶出咱们家门 他们娘俩 也不会遭这么多年的罪 我没反对你拿钱 这我知道 可你想过没想过 我现在哪有脸 让东娃去顶这事 那全通关的人 不戳我的机梁骨 我还怎么做人呢 现在你知道要脸了 我娃就是不能去 再说了 她也不再通关 这么些年 啥事都随你 我没输个个不字 你要是再赶在咱娃身上 打主意 我就死个样给你看 你刚刚又爽了 我这个不能着急 再闻火啊 我这儿就急脾气 我这儿就急脾气 行了 走吧 王爷 你看 你看他爽了 我干啥 我哪儿爽啊 王爷 你快点勺来 来 说点 这回事了 爷 走吧 大闺女 一点规矩都不懂 怎么 有事啊 没事就不能来了 说 睡不着 出来溜达溜达 走 起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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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婆娘说得对 我倒不是说咱俩家是未来的亲家 我舍不得子行 我舍不得子行 那子行的孩子是什么人 那不说是同关未来的希望 那将来也是做大事的材料 我倒不是说咱俩家是未来的亲家 那子行的孩子是什么人 那不说是同关未来的希望 那将来也是做大事的材料 但是把方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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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yn 也给认 给方娘后半辈子个好日子 咱就把冬蛻 apresent压过去 这我可是信人看见了 那个周易东喜欢动画 这孩子皮实 过去以后啊 也吃不了亏 一句两得 能成 那不也是没办法吗 我还是担心的 为了通关 我就当一回恶人 娘 我回来了 谁说您会累的 都啥事了 走 走走走 这 放脚 你的主意啊 我 昨天晚上我 你先别说话 问你呢 是 万富泰 你是男人吗你 你要是男人 你就该敢做敢当 我当初跟你好 就是看你有血腥 人也长得俊 你惹不起你爹 我认命 可你今天为了救紫青 居然想出 这么一艘主意来 让我家东娃去 昨天还为你担心呢 求杜先生咋能帮上你 呸 走 走 你现在跟我走 咱到外边 让通关的老百姓 匹配这个礼 有一个人说 该我家东娃去顶这个雷 我没一个步子 走 走 你走不走 方娘 别呢 方娘 你不敢去了是不是 你怕丢人我不怕 我已经丢了十几年的人了 我守了十几年的火管 方娘 行哪 方娘 行 方娘 行 方娘 你害怕我怕 方娘 方娘 你是不是男人你 你走 方娘 别怕 别怕 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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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哪 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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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等我 你这是男人吗你 你起来 你身材的三秒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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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帮我 是大忠 你身材 men 方娘 方娘 丁 达 子清回来了 给您请安 来来来 赵爹有事啊 刀客要样的事我都听说了 这个 不管你的事 记住了 你最要紧的是搞好学习 我是外内的长子 这事是该我去 你还小 你知道那是啥地方 刀客是拿命挣钱的苦力 他们也是人不是匪 我知道该怎么跟他们相处 姐 你说 帮老狗欺负我娘 我听我娘出气 我娘打了我个大嘴巴 你说这是啥意思吗 那你也不能打你打呀 他可是你亲打 我石头缝你蹦出来的 没打 行了 别说了 吃面吧啊 看多香啊 我还让厨子给你多放了半勺油呢 姐 忘了搞我找我娘是干啥呀 其实我也不是特清楚 好像就是说 要把你跟你娘认进万家 再把你送进刀客那儿当人质 还说什么 要送你家院房 真的 我就那么随缘一听 行 你慢点吃 行 你慢点吃 行 你慢点吃 达 我这么大了 也该为咱家 为通关做点事了 也该为咱家 为通关做点事了 我都和我娘说好了 老爷 嗯 冬娃来了 谁 冬娃 在门口等着呢 让她等会儿 子歇啊 大知道了 去吧 严少的方震宗明白了 要为方家出头 让娘过上好日子啊 让娘过上好日子啊 就是去当刀客了 要为方家出头 让娘过上好日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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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去当刀客了 就是去当刀客了 起来 小子 姐姐 达 敢亲达 看上家里什么东西了 达送你 没有 没有 那没有 你来啥意思啊 今儿您跟俄娘说的是真话吗 是啊 我去刀客那儿 那远房就是耿娘的了 没错 你把耿娘人家万家 我就是你娃 打 接着说 以后我咋能信你呢 进来 站进来 来 东啊 我万福泰 再也不会把你们娘俩 往祸坑里推了 信吗 我信你 是你娘让你来的吧 是 侯天 你送了我去刀客那儿 撤 我还想跟您说件事 尽管说 不管以后在啥地方 我叫你声达 就是骂你一万句万老狗 达 没 老是 好极其我 好极其我 吃飞了 既然你 老是要了 别说了 不会耽误了 我认不了啊 不然它就这么多了 咱打 咱打 认个恶恶娘了 我不管你叫哥 我管你叫啥呀 真的 真的 说王刚出来 我刚出来 哥 后天我就去刀客那儿了 那我先走了啊 睡觉 会 睡觉 there 来了 咱 cả esy 丝 打 一下 就 走 啥事啊 万子清让个跟你说 去刀坑那儿的事跟你没关系 那是万家的事 啥意思 真的 忘了狗都答应我了 咋变了 东娃 别胡闹啊 我咋胡闹了 就你这脾气 到了那边 不定捅出啥娄子出来 你是说我不如万子清 我没这么说 你去告诉万子清 去刀坑那儿 我去定了 那你咋跟他说 你去告诉万子清 让他到村西头的泡沫压里等我 我跟个娘说一声 马上就到 那一会儿 你俩见着了 好好说 不许打架 知道没有 行行行 行 姐 我知道了 我记住了 好啊 行 我不晚了 那你说 我说我到底该不该去 你该去 但是我不想让你去 你们两个 我谁也不想让去 一会儿他来了 不许打架 你答应我 你去 住打架把话都跟你说了吧 说了 说你要去 我没答应 是吧 姐 这是我们万家的事 我也是万家的人 你刚跟 咱打都答应我了 东王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我是万家的长子 就是轮 也是轮不着你 这是第一 第二 就你这副来样 去那边再惹出啥事来 这不是给通关乱上家乱吗 再说 别能信你是万家的人吗 行了 回去好好陪你娘去吧 就是真想耍死狗啊 我看 今儿你是走不了了 那我倒要看看 陆安 别闹了啊 听姐的 行你 咱就在这儿打一场怎么样 谁赢了谁去 我比你大 个儿也比你高 好 我就用一只手 怎么样 你说的 别打了 东王 东王 我 南京 与琴 我 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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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王 与琴 东王 东王 这时辰早就过了 不会出啥事情吧 能出什么事啊 老大 这钱也没有 人也不交 怎么办 我想不会呢 万老板不是不守信任的人 不然他当不了 这么多年的商会会长 来人 苏变了整个童馆床 连个人形都没见 万一呢 学习通关 开门 等等 那门开了可咋弄呢嘛 该死求朝上 开门 因为 十二年 年长 心思得 就 particip了 没见 我们只会 请 来 看 医生 公 钱没有 我的娃也都不见了 你是啥意思 你不会是说 你的娃让我给绑了吧 不 不会 可我说的都是实情 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信你 可是咱们有言在先啊 我跟你走 来 诸位 同轨就交给大伙了 上路 走 达 我来啦 谁是音响 我叫东王 老老板 盛格达 哪个状态 我儿子 黄老板 后会有提 来 住手 停 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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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走了 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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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还生气呢 今天白天我的事情确实比较多 别解释了 昨天我就和你说过了 今天是振东的百天忌日 通关能去的人都去了 方娘家的院子都挤不下了 占了半条街的人 占东是你的亲弟弟 你就是有再多的事要忙 去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吗 我不信 怕见方娘 占东是日本人杀的 你怕啥 啥意思 你意思是我把他给害死了 我没那么说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事 我已经憋了很久了 看出来了 这些天你都没对我笑话 是 我确实对你挺失望的 震东他死了 他是你弟弟 我们三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当年是他替你去了齐通寨 所以才当了刀客的 少过提这事 当年要不是他耍死狗 去齐通寨的是我 我没怂 不忍 你有啥话直说吧 反正我在你身上 没有看到你对他的死 有半点伤心 可能说一点没有 对你有点不公平 可是的确 算了 我说的话可能比较重 反正我觉得你挺无所谓的 是 啥 是啥 什么 方正东是我弟 是我同父异母的弟 他死了 我的确心里不那么难过 为啥呀 就为了当年那些事 你就是这么看往的 因为方正东的无知和鲁莽 因为他为了个人那点仇恨 害死了三个跟我从松户战场上 尸山血海里爬出的弟兄 他们才是我兄弟 是我亲如手足的兄弟 让我选 我还会选他们 因为他们有脑子 他们是可以抵抗侵略的 铁血男儿 你不知道罗电会战 我们一个团两千多人 打了不到一天 剩下不到三十个 那血 流满了整个街道 两千人 活了不到三十个 方正东一次就害死了三个 他们哪一个不是傲骨铮铮的铁血战士 只要他们活着 哪一个不会在战场上 多杀几个鬼子 方正东算啥 他方正东算求个啥 他踢把刀 就以为自己贴下第一马 他拿把破刀他 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杀 你变了 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是变了 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 从松湖战场上下来我就 我都不认识了 我都不认识了 这几个地区 我们有一点 两个地区 两个地区 准备了 山本山 伝论 是 这些人的死人数 我愿意知道 这些铁铛弹 在哪里的工程中 生产的工程中 你去查一下 是 这两天 怎么这么安静 是啊 我们也都觉得很纳闷的 是 越是这种时候 越不能放松警惕 密切关注水源变化 有任何情况立刻汇报 是 领总 领总 杜小姐找你 本室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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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失败了 什么都失败了 失败了 这是我们的电话 我提供了 我提供了 道館空中散步 作战 但是这些作战 真的需要吗 当然 需要 不必 那些人 空中散步 就 他们 只能够 拿出 我先 招待 然后 道館 病毒 人们 招待 这些 有力 得到 明白 明白了 我这两天心里一直挺别扭的 总是在想你跟我说的话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胡说呢 别胡子乱想 那你咋不跟我说呢 没啥可说的 而且你又忙了 这事情不理解很正常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感觉到 可是我希望为你分担啊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可是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感受 我知道 在你心里一直把方震东 到你的亲地里看 小时候 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 比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每次想起小时候 我就会想起震东 它是我那个时期 记忆里印象最深 也最快乐的那一部分 没办法忘记 就像当初他顶替你去做刀客一样 在心里结下的结 也是一辈子忘不掉的 对了 那香咋样 挺好的 那丫头机灵 也聪明 有她在放娘身边 放娘的日子也好过一些 那就好 子晴 我们能不能立下个规矩啊 啥规矩 以后有啥事 别憋在心里头 是 我知道震东这事 我也是有错的 我总觉得 是你没看好他 所以他才出事的 心里对你 一直有些埋怨 可我也清楚 他那个人的脾气 想做啥事 谁也拦不住他 方准东锁地 他的死 我没那么难过 咋说呢 可惜 我觉得可惜 要是他心胸 再开阔一点 能听得进意见 再多读点书 多见点世面 一定能成大事 可惜了 这都要是能活着就好了 对了 你身上的伤子还亮了 走了 这是我搭给你新抓的几副药 说里头有人参 还有鹿茸 能帮你补些气血 谢谢咱们 他们从山上买了支羊 要不我请客 请等羊肉 是 救了方震东的那个人 是三十八军教导队的队长 马格飞 三十八军是杨虎成将军的部队 教导队的成员 大部分是由共产党员组成 马格飞就是中共党员 举行一次大刀和三八枪的实战演习比赛 也把这两个月的训练成功 向全团展示展示 这是个好主意 在部队现有枪支弹药配备不足的情况下 尽量提高战士们近距离搏杀的战斗力 这样在战场上一样可以赢得主队 六十八军 那不是方震东吗 他怎么跑到训练场去了 五十三 五十四 看来这小子的伤恢复得差不多了 方震东在咱们这待了快两个月了 一 这几天啊还是每天到操场上 看大刀队训练 昨天他还从侧面问我 咱们大刀队招兵的事 三 一 这小子 不愧是想留在咱们这儿当兵吗 他在咱们这儿当兵 怎么可能 你别忘了 他可是同官赫赫有名的刀客 齐同寨大当家的 看他在街上 捅君曹的那股子劲 就知道他是个 宁当鸡头 不当凤尾的主 四 三 四 一 震动 二 三 四 三 于教官 看来你这伤恢复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于教官 震动可是咱同官这一代 赫赫有名的刀客老大 对了 正好让他给咱这些战士上上课 指点指点啊 好啊 这事我们求之不得呀 什么呢 到 把咱们打到队的战士集合起来 让震动给大家露两声 是 别别别 别露 别听我说 我这伤啊没好利索 你现在露两声 多丢人啊 哥 你不也是刀客吗 这样 今天 今天你露两声 让我也看个眼 看来是真人不露像啊 你让我看个眼 那行 你是真人不露像 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 哪里 哪里 好 好 好 咋样 医生 我这伤快好了吧 最近是不是感觉背上牙痒了 痒 痒了好几天了 这咋何事 那是因为在长新肉芽呢 那长肉芽是不是就好了呀 还得多少天 十天半个月吧 十天 这么久啊 你想干吗 我不干吗 我是怕耽误训练 好好养着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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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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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隐蔽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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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来马里边 出隐蔽医 出隐蔽 出隐蔽 快快 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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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是鬼子误投到同关的呢 同关和风陵渡之间隔着黄河 这么明显的地理坐标 鬼子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再说今天没有风更不可能是刮来的 那照你的意思 这些东西是鬼子故意投放到同关的 他们有啥目的呢 这些东西是鬼子故意投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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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去 是 那老百姓呢 老百姓 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有毒的话 那老百姓吃了就会出现大量的死亡 那时候同关就会乱了 不然这样 我赶紧拿着这些糖果还有罐头 去西安做检验 你赶紧召集同关所有的老百姓 跟他们说明下情况 和可能存在的危害性 收缴那些空投物资 你坐我的车去 好 咋才这么点 阿姨家一会儿给我劝劝 所有物资必须上交 尤其是孩子不许吃 谁都不能吃 去 是 鱼妹 鱼妹 你真行 说风就是鱼 今天就要回通关啊 先我凉了 回去看看 还有你手底下的兄弟吧 我想问你个事 这事我问了很多人 都没跟我说明白 都没跟我说明白 你说这小日本子 放得好好的日子不过 到咱家来干啥来 要想把这事说明白 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那你就捡那个我能听懂的 大白话跟我说说 好 日本是个岛国 四面都是海 那地方很小 还没有咱们两个陕西大 除了鱼还能种点稻子 剩下的就没啥玩意儿 那地方又小人又多 资源不够用 什么不够用 资源啊 啥叫资源 这么跟你说吧 烧火冬天你得用煤吧 打一把刀你得有铁吧 就算打个戒指 你得用金子吧 这些玩意儿 在你们同关后沟 随便挖个洞 就能出金子对吧 这些玩意儿咱们这遍地都是 可他们那儿呢 啥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就占了东北 那地方土地肥的 扔啥掌啥 咱们想打可又打不过人家 那怎么办 就只能任人欺负 人这个玩意儿啊 就是欺软怕硬 他看你好欺负 就变本加厉 就像当年八国联军一样 占了北平 占了上海 又占河北占山西 下一步就是占铜关进西北 那这万子清咋说 这个事跟老百姓没关系呢 那是他没亲眼看见 占领区的日子 他占了你的地方 你就得给他低头 就得给他鞠躬 他看见你妹子长得漂亮 他就要睡 你不同意呢 他就要杀了你 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杀 那你说有关系没 你要是愿意当狗 愿意让他睡你妹子 那就没关系 那这帮狗儿得进来 是啊 咱三十八军大部分都是陕西的子弟 为啥跑到山西这儿 就是为了在中条山这儿拖住日军的后腿 能咬他一口就咬他一口 绝不能让他们跨过黄河一步 占了铜关 行 回去见了我娘 我就回来跟你一块儿跟 陈董 坐坐坐 走了啊 咋在这儿还吃上啊 这小子真会痛快 瞪着眼睛说瞎话 你信吗 你咋不拦他呢 这小子要真在咱们三十八军 没准能成瘦 他就是一匹野马 迅是迅不服的 只有那天 他自己想明白了上了路 钢是块好钢 要打成一把刀啊 还走着呢 营长 营长 出事了 营长 月姬 啥事 宫门派的几名战士 上头下鞋子 好像中毒了 你快去看看吧 靠命多长时间了 也就要是多分钟吧 吃了多少 我刚才问过他们 大概没人都吃了几口 交病生对来 是 把这两个人 立刻带到机密室隔离 所有和他们有过 密切接触的都要隔离 去吧 等等 你也要隔离 是 担架 立刻派人 到城里头 挨家挨户给我搜 一户也不许漏掉 发现有空投物资 一定我收 是 谁让你们吃的 这就是西安的检疫结果 这些罐头还有糖果中 还有大量的碳锯病毒 人一旦食用很快就会发病 我营里的士兵已经有开始发病的了 这二位是 忘了跟你介绍了 这两位是西北战区的防疫专家 这次过来 是专门为我们处理可能会发生的疫情的 二位好 啥是碳锯病 碳锯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 传染源是动物 我们已经在肉罐头里边 发现了大量的传染源 人一旦食用 将会被传染 初始症状是呕吐 昏迷 那就是说我的病已经被传染了 那就必须将他们迅速隔离起来 防止蔓延 这个我已经做了 还有啥传染途径 皮肤接触 近距离的呼吸都有可能被传染 秀明 到 传完命令 所有搜查的部队都给我调回来 是 那二位跟我去看看我们生命的士兵吧 好的 子清 等一下 副官 先带二位医生去 我随后就到 是 好 咋了 我知道你把战事撤出来是啥意思 可你们撤了 通关的百姓咋办 百姓 啥百姓 那就是一伙愚民 啥道理都听不懂的愚民 昨天晚上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他们为了那点贪小便宜 就是不把那死破罐头交出来 那你也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啊 我想管啊 我咋管 让我的兵给他们填命去 兵没了谁守通关 咱俩不用吵了 想一找 那我问你守通关为了啥呀 不就是为了让通关的百姓 过上安稳的日子吗 你让你的战事撤了 那是自保 探局兵一旦蔓延 就会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 百姓们甚至还会逃离他乡 那个时候 通关就是一座空城 没有人跟你们供菜供肉供粮食 你们拿啥手通关 淳王齿寒这道理我懂 你 我就是见不到我的兵 给那些愚民填命 不知 对 这会儿人 我没啥办法 我也想不出啥好办法来 估计这种事情以后还会很多 那还能咋办 咱就只能耐着性子去说 一遍不行 咱就三遍五遍地去说 我现在就去找新民办的人 配合我完成这项工作 可能要先设立一个隔离区 你给我一个班的战事 继续收缴空投物资 切断感染源 防止交叉感染 我现在就去 站着 其他的我可以同意 你不能去 太危险 太危险 是我危险 还是通关更危险 离开了三十八军的方振东 当天晚上就进了县城 继续寻找杀害兄弟们的那几个日本人 都客气 能够开了吗 嘿嘿嘿嘿嘿嘿 你还能够开了五分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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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